- 嗨,大家好,我是Eric,同事都叫我福哥 一直以来我都在要介服务,现在在罗斯担任PJP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我的个性是很喜欢接受挑战 因为我认为挑战可以拓展我的舒适圈 我也喜欢分享挑战的成果,借此来激励团队一起进步 我们看到现在的医疗体系有很多变化正在发生 这包含对医疗创新及改革的要求 病患意识的提升,公共支出的压力等等 如果我们一直重复同样的方法进行 是没有办法改变现况的 而罗斯这次全球的转型 就是希望能够开创出不一样的未来 对此全球罗斯以病患为中心 建立了两个新的角色 PJP与HSP 希望能快速地反映医疗生态系的变化 然后提出并实现对病患有帮助的方案 PJP与HSP 作为罗斯新架构的核心 它颠覆了以往对外部客户时所扮演的角色 以前是策略执行者 现在是策略的发想者 我们重视我们的所作所为 是否能够创造以病人为中心的价值 也就是说在病患旅程中 包含筛检、诊断、治疗、追踪等等 我们做了哪些努力 我们还能够改变什么事情 让病人的医疗照顾比以前更好 我们主要有三个不同 第一,我们的起心动念不同 之前业绩数字是很多人追求的KPI 过去我们以绩效为主 现在我们更重视我们能为病患与医疗体系再来什么价值 第二,我们的工作方式不同 从过往策略执行者到策略发想者 例如当我看到病患的痛点 我可以主动组成团队 找公司内部外部的资源 与不同领域的人才 来共同创造最好的解决办法 第三,学习的角度不同 以往局限单一方形的发展 而现在PJP作为一个多功能的整合性角色 我们会学习到不同领域的知识与技能 老实说一开始我对于这个新的角色 我是感觉到迷惘的 在原本的生肥牙规划当中 我的下一步应该是要带领更大的团队 但是当我听了其他国家的PJP分享 也实际参与公司转型的规划 在过程中的学习与体验 让我看到这个角色更多的潜力 我也相信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接受新的挑战就能发现更多新的机会 所以为何不呢 很多人习惯依照别人的成功方程式 来规划自己的植癌发展 但我认为现在的环境在改变 为了符合未来产业的需求 我们必须让自己具备不只是单一 而是更全面甚至是全新的职能 对我而言PJP的价值 在于增加工作经历的深度及广度 不断地学习成长 帮助你在未来植癌中能有最多的选择 我想越早接受挑战 代表你会有更多的机会去探索跟尝试 现在加入这个新角色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我们能够共同形塑它的未来与样貌 希望在未来创造病患价值的道路上 我能遇到你